昔日创立新一城的元老之一,香港资深男星十天,传已于近日去世,享受72岁,昔日伙伴黄百名连线上其幼子蒂克森,证实他已因癌症病逝,因家人希望低调,不愿张扬,将待他们办妥后事,再看是否筹办追思会或是制作纪念特辑。 圈内人士林俊贤昨晚在微博写道,今夕世界武艺商会十天刘伟成会长离世,天度英才,哲人早逝,今天又在微博发出双手合适与爱心图案。 十天本名刘伟成,从邵氏成立的南国实验剧团担任学员开始入演艺圈,1960年代晚期正式参与邵氏电影,曾在风流运势,金瓶双雁等有斗趣表演,离开邵氏后曾在家和天才与白痴等片合作许时兄弟,也曾在最全演成龙的大师兄。 1980年代他和麦家,黄柏明等合组新一成后,目前幕后一首包,也有继续演出,像在全家福,泡妞等片在发挥喜感演技,另方面也推动知名老片英雄本色,妾女幽魂等重新翻拍,造成轰动,甚至自己空降英雄本色2,成为何迪龙,张国荣,周润发等评分细分的男主角之一,曾让观众诧异。 1991年由徐克,程晓东指导的《横扫天下》是他最后主演电影,他淡出影坛后直到红金宝的影片特工爷爷才又有客串,他在2017年与其他新一成伙伴卖家,黄柏明,诗男生,曾志伟,泰迪罗宾一起在香港电影金像奖颁奖典礼合体,是他最后一度盛大亮相。 黄柏明称知道诗天有癌症,从很严重,之后好转却又复发,他两个儿子都已返岗陪伴,上个月彼此还通WhatsApp,他表示好想再约出来饮茶,哪知再也无法实现。 诗男生则称去年见过诗天一面,他当时精神还很好。 小时候,诗天和大多数迷茫的孩子不同,他非常迷恋电视剧和小说,梦想着有一天能成为一名成功的电影人。 入学期间,诗天便在父母的支持下到青少年话剧团学习,为今后从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 在诗天十七八岁的时候,正好是邵氏电影的黄金时代。 可以说当时的电影也出现了功不应求的情况,所以诗天开始举办培训班。 对于诗天来说,这个机会也是千载难逢的,于是就报名参加。 经过了三年的学习,诗天也学有所成,而且还学了武术。 不过在当时诗天是属于一个新人,因此在正式签约以后只能出演一些配角。 在当时出演一些配角或者跑龙套的时候,诗天参演的大部分都是功夫片。 虽然是在跑龙套,但是诗天也是非常努力地做好自己的事,因此也受到了公司的重视。 1968年毕业于邵氏兄弟有限公司演员培训所,专修电影技术与演技, 在60年代的邵氏,诗天所参演的基本上都是功夫片类型,此中参拍了《有如阴阳刀》、《追魂镖》等动作片。 身在以功夫片为主打的邵氏影业,他从未想过有朝一日会成为一名真正的喜剧演员。 正所谓梅花香自苦寒来,诗天很清楚没有谁能随随便便成功的道理,需付出足够的努力,更该有一颗平常心。 跑龙套期间,因平时做事踏实努力,加之表现突出,诗天受到了公司领导层的重视。 在1970年上映的文艺喜剧《青春恋》中,诗天终于迎来了演艺事业的第一次春天。 在该片中,他是演男二龄重棚,是一个公司的职员,玉图某总经理的职位。 此时的他,看起来演技还是略显青涩,但对于一个新人来说,已经算是获得了很不错的机会。 在《邵氏影城》待了七年后,诗天就到外面以自由演员的身份发展。 成龙当时已经很红,一些喜剧动作片,如蛇形雕首,醉犬,非常好,当配角的诗天等当然也就红起来了。 从1973到1977,前后五年时间里,诗天参演的电影多达52部,从少世出来后成了独立演员,因能力突出,此间受到了佳和,许氏兄弟,台湾长工等电影公司的盛情邀约,参拍了不少经典电影。 由于怕一个人辛苦,诗天和几个好朋友,光头老卖家,编剧黄百明等于1979年开始了新一城电影公司,开始拍创业,吴宇森滑稽时代就是他模仿卓别林的一部戏,还有欢乐神仙窝,走的是喜剧家庭路线。 诗天说,追女仔是我老人家第一部变成时装人,非常现代化的一部戏,一个大改造。 当时第一场招待记者失言的时候反应不大,所以非常紧张,能否卖座就看午夜场,这是一个指标,观众的反应都很直接的,但是在午夜场的时候却爆棚了,影片收得了上千万的票房,打破了当时的记录。 后来,最佳拍档,搭错车,倩女幽魂,开心鬼,英雄本色等著名的影片都先后出炉。 其实,诗天并不丑,她在不做怪的时候,样子端端正正的,看起来很不错呢。 所以,她娶到刘秦宇这样一位美丽的明星做太太,是一点也不奇怪的。 虽然刘秦宇曾说,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会嫁带一个这么瘦的人,她一点也不符合我所想的条件,但后来觉得她蛮可爱的。 诗天一直的可爱下去,例如,第一次见到刘秦宇的娘亲大人,就来一生亲逆至极的妈,叫得刘家母田入心肺,从此对此准女婿及之拥护,即使同性结亲也毫不介底。 又如,诗天会小心翼翼地体贴刘小姐,把小殷勤现在得体处,她不言自己可靠,也不与自己热情,可是不经意流露的动作和细心,却是那么地打动刘秦宇的心。 于是,在1980年3月4日,二人举行订婚仪式,仅过了13天,两人就正式结为夫妇,当时时天是32岁,刘秦宇是23岁,二人都还是年轻有微的时候。 但除了十天继续地向电影事业进军外,刘秦宇却甘于留在家中当家庭主妇。 她说,我不想再演戏了,这个圈子不是好搞的,看样子,她是下决心全心全意地伺候十天了。 十天并不隐瞒自己以前狠花,很爱玩,但娶了刘秦宇之后就自动停止了,有了太太有了家,和以前自然不一样,她是收心了。 十天的事业成功,娇妻美儿贤惠,又生下林儿,她一应收心养性,一心一意发展事业了八。 由于十天对表演工作具有巨大的热情,这才能坚持挨下去,有时为了练习演技,十天甚至在家里捉弄刘秦宇。 她装成一个心理变态的人,刘秦宇妹妹刚好也在,姐妹俩初时觉得十分好玩,嘻嘻哈哈的直乐。 可是,十天越来越像真的,刘秦宇和妹妹终于被她吓哭了。 事后,这位刘太太说,我认为她的演技是一流的,但想不到居然吓起人来也毫不马虎,别以为大明星就各个风流间快活。 多数大明星都是挨得很辛苦的,有时真可以说,心力交瘁。 观众花十几块钱看一场电影,看完还可以自由发表不同意见,但想想这些制造娱乐的人,就会觉得实在值得票价。 拿十天来说,她每天平均只睡三、四小时,其余时间全部是工作。 至于一天两顿是何时,怎么样进到口中的,她毫无知觉。 有时和新人演对手戏,还要非常苦心地指导对方。 有次十天的对手是个又高又壮的大汉,手掌有桌子后,她在拍刮十天巴掌时,不会用假力,而是照刮补物。 由于镜头安置好几次,十天的脸几乎被她刮为紫色,但还要站在那里挨刮,直到拍好为止。 除了演戏,多才多艺的十天还尝试过做导演。 编剧等幕后工作,成绩同样很不错。 1980年她与黄百明,卖家创办的新一城影业有限公司在当时可谓是十分辉煌,设置了多部非常经典的作品。 现在看来质量依旧很高,虽然最后新一城停产结业了,但是她依旧没有放弃自己的脚步,重新创立了这个十天影业公司,继续在电影行业发展。 那是新一城带领老少协议电影文化潮流的时代,拍摄了大量有影响的优秀佳作,如《英雄本色》系列,《开心鬼》系列,《滑稽时代》,《追女仔》,《最佳拍档》系列,《搭错车》,《窃女幽魂》等。 身为老板之一的十天参与了其中目前幕后的工作,被誉为香港影坛教父之一。 新一城电影公司也包容各类型的创作,使其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导演如徐克、吴雨森、林领东、叶伟信等。 更成功捧红不少著名演员如张国荣、林青霞、李立真、张曼玉、周润发、王祖贤、张爱佳等。 十天最后一次的电影演出是被红金宝邀请,参演《我的特工爷爷》。 《我的特工爷爷》讲了一个老特工的日常生活,痛失孙女及老年痴呆的设定,也让这个当年的中南海保镖,身影带了几番唏嘘,但这也是一部热血的电影。 当红金宝所演的丁老头,在一次次去派出所询问失踪小女孩的下落后,他独身拥闯匪窝,胖胖的功夫熊猫大战黑帮,整个人顿时燃了起来。 电影的打斗场面相当精彩,红金宝大战神威,无论被多少人围攻,反观节际发挥的淋漓尽致。 而今,十天已加贺西取,但他为影迷朋友们留下的欢声笑语尤哉,呀,无愧一代笑将。 东方卓别林志美称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明镜与点点栏目